天生异象,红玉大乱 在银发燃血青年出现后 虚空熔炉内又陆续爬出了六位生灵 有巨兽,有人形生灵 七尊神明并列站立 眼神中皆是冷漠和贪婪 这下借法则不全 天地无法压制我等 诸位可尽情狂欢 其中一位老者眉头突然危重 其他人都陨落了吗? 显然,这次下界的不仅仅只有他们七位 老者迅速走向那破损的熔炉 将颅口朝下猛力抖落了几下 几具残骸坠落在地面 几乎已经成为焦炭 他们显然没能扛住传送过程中的反噬 老者冷冷扫了同伴的遗体一眼 大家将他们身上的神员分了吧 说罢,便率先取走了一具尸体 其余六位神明陆续效仿 诸位,我们是分开行动 还是就此分开 分赃完毕,又有人发问 他们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十号 各大巨头都早已想取他性命 但对于这七尊神明而言 诸杀一个列镇镜的十号 不过是分秒之势,自然不及 因此众人便先行分开 各自先处理自己的事情 之后在商议下一步具体行动 七道身影飞速消失在天际尽头 不知去向,红玉遭劫之事 火速传遍下界八玉 十号也听到了此消息 果然下来了,太残忍了 上界神明的形式风格 愈发让十号深入痛绝 他眉心清惊浮现 手掌紧握成全 有什么尽管冲我来 正当十号愤懑不已之时 突然听到了一声急促的呼喊声 二,十子灵夫妇在得知消息后 便第一时间朝三生山赶来 他们自然想要劝十号赶紧离开避祸 但十号心意已决 绝不会用躲避的方式来应对 但他也明白父母的苦心 因此笑着安慰道 放心吧,我绝不会去送死 为了转移话题 十号问起了在不老山闭关的秦号 秦一宁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 有惊无险 他已经成功移植仙谷 原本秦号体内 只是一块仙谷的投影 如今直接从虚空降临 一直到了秦号的体内 上届不老山特意赏赐了一枚神丹 助秦号恢复肉身 抵抗仙谷那狂暴的能量 因此 一切都颇为顺利 秦号的未来可期 得知弟弟的近况 十号也是满脸期待 但一则消息突然传入他脑海中 十号的脸色微变 但在父母面前 却强装镇定 父亲 母亲 我要去躲起来了 你们先回不老山 说罢 便不顾挽留 直接化作了一道流光 冲向远方 因为 有几尊神明 已经降临十国皇宫 指名道姓让十号出来一件 若是没等到十号 十国将血流成河 一切都超出了十号的预料 他本以为自己离开十国 便能将祸水冬移 没想到 还是让十国陷入了险境 站在皇城的城门前 十号思索了片刻 这一去 几乎是必死之局 但看着这满城的百姓 他退无可退 只能应战 缓步走到皇宫前 侍卫立马认出了十号 带着极度惶恐的声音大喊 陛下 请速速退走 他们可不想十号自投罗网 只要保留火种 终有复仇之日 十号微微一笑 扬手打断了侍卫的关心 我就是来会会他们的 几个闪烁 十号直接踏入了中央天宫 嗯 你来了 一道神音在十号耳边乍响 十号此时却怒容满面 在他眼前皆是满身血污的侍卫 一具巨大的骷髅骨架 站在殿中 他背生一双雪白羽衣 与那圣人的骨架 显得格格不入 他是来自民土 北民主清令 来出绝十号 而龙椅之上 还端坐着一位银发男子 他脚下踩着脸色苍白的石清风 放开他 十号直接一声怒吼 银发男子淡淡一笑 一脚踢开了石清风 放心 我下手 很轻的 石清风滚落在台阶之下 嘴角溢出了大量鲜血 显然受伤不清 但他并未在意自己的伤势 反而看向十号 小哥哥 你不该回来 十号转头看向石清风 放心吧 一切由我 石清风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开始原地疗伤 至少 他不要成为十号的累赘 十号再次怒目瞪着银发男子 你是谁 我是阴阳学院的杨黎 柳神斩调的那位阴阳道人 便是阴阳学院的院长 阳理此番下见 便是为了查探石清 十号突然听到了一阵咀嚼之声 正是从大殿一侧的维曼后发出 十号脸色骤然大变 直接冲向维曼 住手 维曼之后 一头银色灵甲的穿衫甲 正在啃食湛王的手臂 彭九和其他大臣同样满身是伤 倒在一旁 昏迷不醒 别急 我只是吸点血而已 穿衫甲抬头看向十号 脸上挂满了贪婪之色 他已经闻到了至尊骨的气息 民土的骷髅却猛然一吸 湛王等人的魂魄直接离体 朝着那巨大的骷髅飞去 助手 他们还有大用 银发男子突然高声呵斥 原来他打算诛灭十号后 让湛王和彭九等人继续打理石国 他们只需坐收渔翁之力 骷髅轻轻一吹 湛王等人的魂魄又回到了本体之中 十号满脸歉意地看了湛王等人一眼 你们受苦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黑色的不灭惊声 瞬间加深 十号的气势攀升到了极致 这一次他没有退路可怜 唯有死战